大家好呀,今天早上未归的时候发现大巴哥的一只眼睛发炎了 颜色跟另一只眼睛明显不一样 睁开的速度也很迟钝 还时不时的用爪子挠眼睛 按以往的经验来看很有可能会自愈 但也有可能是白眼的前兆 一旦是白眼就很麻烦了 保险起见还是决定着手进行一些治疗 家里也正好有一些消炎杀菌的眼药水 这次我用的是养浮沙星低眼液和红霉素眼膏 开始吧 因为隔着手机支架 我是看着手机屏幕来找眼睛的位置 有点夕阳枪法 眼体描边 好吧,我放弃了 这次我用肉眼直描 这下总能滴进去了吧 终于知道外科医生看着大屏幕做手术难度有多高了 目前为止还挺配合 其实他的耐心值在一点一点消耗 现在眼药水还能轻松滴到眼睛里 如果真白眼了就很麻烦了 果然他耐心值耗丸开始挠我了 把自己的甲片都蹬掉一只 就很离谱 然后把红霉素眼膏抹在棉签上 给眼睛滴完眼药水 再给眼皮涂涂药 让我把盖凝上 很好,开始上药 你可别咬我 我也不敢太使劲,轻轻的在眼皮上蹭一蹭 目前好乖 他不会知道我是在给他治病吧 当我啥都没说 八哥逐渐失去耐心 今天给够我面子了 开始挠人了 那土药就到这吧 然后至少干养一小时 阳光温和的话也可以适当晒晒太阳 效果更佳 日常暗中观察我的动作 鬼鬼祟祟的 感养结束 把他放回去喂条鱼干压压经 一般来说 乌龟的小毛病应该以自愈为主 尽量减少过度的人为干预 比如轻微的腐皮 就可以尝试改善稳定水质自愈 但是白眼是个例外 要趁着眼睛还能睁开的时候及时上药 否则一旦发展到眼睛睁不开的时候 白眼会非常顽固 再加上紧闭的眼睛 让眼药水很难到达病灶 更是让治疗难上加难 我看过宠物医院给巴西龟治疗白眼的过程 医生先用各种专业工具 把眼睛里的浓水异物清理出去 再用工具把眼皮撑开来上药 非常麻烦 这还只是单纯炎症引起的白眼 好歹有个发展过程能让人预防 还有一种白眼是一夜之间龟的眼睛就睁不开了 直接就锯石锯水 小嘴一张小头一滴很快就不行了 这种情况往往是其他疾病的并发症 需要先把主病治好再说白眼的事 说来也怪 巴西龟非常容易白眼 哪怕在巴西脸内部也是 原因的话 我个人感觉除了巴西龟基数更大之外 容易白眼还可能是近亲繁殖之后的基因缺陷 也就是对白眼病菌的免疫缺陷 原产地巴西龟也许白眼并不普遍